从捷克来的技术人员在口罩厂东建安厂房里 认真学习生产线操作 要将这技术带回国内 就在29号上午装进货柜里的机器 从高雄港运出送往捷克 东建安为了帮助捷克防疫 预计将捐出5条生产线 9月3号捷克议长维特奇访台 当时东建安主动表示捐赠议员 隔月20号参议院维特奇议长 还协同三位参议员召集贸公布等 与东建安第一次视讯会议 但12月22号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议表示 东建安变卦不再无偿捐赠 遭到反驳 总经理表示与捷克的信件网等会议进度 都有同时让外交部知道 但后来外交部却向他们表示 要公司自行处理 甚至讯息已读不回 电话也没人接听 原本外交部还表示要支付空运费用 也变成东建安紧急寻求海运与货柜管道 事实上我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就突然急转弯 因为我们所有跟捷克的 这个沟通协调的内容 全部都有息息给我们的外交部 那为什么在起航的前夕 他突然急转弯 就是说在这么高规格的这个场域 就是通我们一刀 我也不知道 这个月二十二号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提到 东建安原捐赠五套 高级医疗立体口罩生产献给捷克 变卦不再无偿捐赠 遭业者反驳后外交部表示查证了解 面对东建安的说法 二十九号则表示 先前已经完整说明不再回应 原本捐赠口罩生产献的一桩美意 却变成双方各说各话 到底是什么情形还有待后续厘清 记者成人分 夏伟一台北报道 立刻订阅中天电视支持监督的力量 在中天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